好了 我们现在讲 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并且证明有天堂地狱 这个 这个是重要的教导 这个是重要的教导 因为是不是有些人信耶稣 他们信耶稣还是不肯定 真的有神 或者是 他们觉得 信耶稣比较安全 或者是有些人说 来到教堂很舒服 所以我就信耶稣 但是不是真的有天堂 是不是真的有神 有天堂地狱 他可能不肯定 而且传续音的时候 都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 肯定神是证实的 因为事实上很多人 是没有看过这些证据 他们继续相信 结果没有问题 他们医生人都相信有神 这是相信没有证据 相信没有问题的 他们可以去天堂的 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就会有困难了 为什么呢 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就会有些人说 是不是真的有神 他就不能回答 他就不能回答其他人了 我现在会 讲一些关于神的证据 第一方面 这些是客观的证据 圣经有数百个准确的预言 关于耶稣世界发生的事情和世界末期 这是圣经很清楚的 有些人说 世界上也有些人有预言 有准确的 例如天气报告 会告诉你 明天下雨 或者不下雨 他们也告诉你 什么事情发生 有些人会说 这个国家会打仗了 但我们怎么知道 圣经里面的预言 是证明有神呢 圣经的预言 跟其他所有的预言 不同的地方 是它是关于 整个世界的历程 直到世界末日 而且是神 令这些事情发生 神是说 有默契 有七印 七号 七雷 七晚 是天使开始 第七印是基督开始的 所以都是说 神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事情 神怎样在以色列有计划 怎样在这个世界有计划 怎样将福音传到全世界 预备耶稣的回来 都是关乎整个世界的历程的 但没有一个宗教所讲的 是关于整个世界的人的救恩 将来的路程 没有是关于整个世界的人 怎样可以得救 怎样去天堂地狱的 唯有圣经的预言 是关乎 整个人类的得救 或者是去地狱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 包括整个世界 也包括圣与死这个范围的预言 都是非常的准确的 因为这些预言很多 所以我现在只是有两个预言在里面 西班二十二篇十四节 这个是预言基督的 基督被定设计价 这个预言很特别 是什么呢 因为这是大卫 预言耶稣定设计价 大卫是用什么话说呢 他说 他炸了我的手 我的脚 但大卫从来没有这个经历 他说 暗居在死地的尘土中 他从来没有这个经历 所以神让他经历到耶稣的经历 而且很重要是 当时没有定时之家 在600多年之后 才有定时之家 大卫已经说出这个定时之家的预言 所以他应该是在经历神的 经历 神给他的经历 他好像经历耶稣的经历 经历到他们炸了他的手 他经历定时之家的情况 因为他与神有很亲密的关系 他也是耶稣的祖先 所以神就让他有这个经历 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 就是说 好像他的血都流出来了 我的骨头都脱了戒 就好像 因为挂在木头上的时候 这些骨头挂了很长的时间 就好像骨头都脱了戒 这个感觉 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辣融化 就是说好像里面就没有血了 就没有力量了 好像这个心状就很软弱很软弱的 这种感觉 我的经历骨干如同瓦片 就是完全的没有力量 完全的骨干因为没有血了 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 因为口很干的 所以这个舌头不能随意的活动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 袁中会说 大卫 你没有死啊 你想一想 当时的人会怎么样看这个诗篇呢 大卫说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你没有死啊 然后 捡泪围着我 恶打 环绕我 就是这些攻击他人围绕着 耶稣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这些人也会说 没有人扎你的手啊 你的 你是很健康啊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我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痛的时候 如果你要五痛的话 我一边讲到你一边会 想着你的 药骨 是不是 如果你的脚又痛 你又会想着你的脚 然后你的头又痛 你就一边想着你的头 如果你整个身体都痛 你整个身体都好像 感觉到 所以这个 就可能是说 他好像能够感受 每个部分都痛 如果你曾经很软弱 你会感觉 好像很多骨头都会痛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没有这个经历 就好像 你身体有很多问题的手 就好像 就好像 所有的骨头都痛了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当时它是很痛苦的 整个身体都痛苦了 然后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念旧 这个也是罗马人的做法 以色人从来不会分酬饭的衣服 不会除掉他们的衣服 全世界洗行的时候 也不会分酬饭的衣服 也不会除掉他的衣服 但罗马人会这样做的 他们会除掉所有的衣服 然后将他钉在洗衣架上 所以钉在洗衣架上 是非常羞辱的 通常人画 钉洗衣架 都会放一块布 在他身体上 因为太不能接受了 当时耶稣是没有衣服 这个太不能接受 他们要回来 所以当时大卫预言到这个钉洗衣架 而且后来600多年之后才有钉洗衣架 而且这个衣服汇分了 都是讲出这个钉洗衣架的情况 这个 有些人说圣经的预言是有人写了 然后后来应验 首先 这个 写的时候好像不是预言 因为他是说我自己 但他的确没有这个发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隐蔽的预言 就是说 当时没有人明白这个是什么 到钉洗衣架的时候才看到 这是预言到耶稣钉洗衣架 圣经神已经知道将来有一天 耶稣要钉洗衣架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预言 我们可以解释 圣经是神的话语 因为 大卫没有理由写这个 诗篇 这个真的 没有理由 就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这个证明 真的是神的 预言 能够清楚地说出 一千年之后 耶稣被钉洗衣架 而且是六百多年之后才有定徐家这个刑罚的 就让我们看到这是圣经的预言 诗诗 曲纸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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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org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